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你说 一大早我就上他家去了 我把你的事都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没说 让他到这儿做老板娘这件事 那我没说 你干啥去了 给你办事能像你说话那么直绷吗 我跟他说 你请人家来当味觉总监 他还不干呢 你等会儿 味觉总监是什么玩意儿 味觉总监嘛 就是我看他不想来 然后我就替你撒了个谎 我说你有病 你才有病的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 我看他没有来的意思 我就说你有病了 你舌头有病了 那个味觉失灵了 你想啊 一个开饭店的人 味觉要是失灵了 做什么东西 自己都尝不出味来 你都尝不出味来 顾客吃的能是味吗 顾客吃的不是味 你这饭店还能开下去吗 他一听着急了 说一会儿来看你 不行了 为啥呀 你不知道啊 啥事啊 我那黄大妹的干了一辈子护士了 我要装病的话 她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事啊 我早就替你想到了 我跟你说啊 看这位 这是啥 醋 这是啥 辣椒油 这是啥 芥末 就这些东西 一会儿她来 当着她那边 你一张嘴 全把她弄下去 一个拉倒吧 我弄进去了 她哪也白来 为啥呢 老板死了 那老板娘到这儿就守活寡呀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我跟你说 你一交代我这个任务 我上他们家去之前 我就把这些东西 就这桌的啊 都做了手脚了 啥时候做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看这个 这瓶醋 现在里边装的是跑了气的可乐 跑了气的可乐 尝尝 还真是 这个辣椒油 里边就是稀释了的纸葛汤姜 还真是 那这芥末呢 这芥末最好饭 绿豆糕 泡点白开水 我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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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绿豆糕 我最爱吃绿豆糕的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怎么吃刀剧呢 你一会儿演戏还得用呢 哎 姓家 黄大妹子说不说什么时候来 她跟我说 哎呀 这饭店装修得挺漂亮啊 你看这门脸多带劲啊 哎呀 哎呀 姓家 姓家 姓家她来了 你看你那份粗息 你现在得装病 怎么装病 味觉食灵舌头舌头 舌头 你舌头伸出来变喀吊 你以为你今天本命连带了 这饭店装修的这么高档 这么有品味 客人来了 老板不出来迎接迎接呀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啊 我这得他看病了 有病了 我那小店万事俱备 就差老板娘了 老什么 就差老朋友光临了 老秦大哥 祝你生意兴隆 兴啥龙啊 我决定了 这个小店啊 今天晚上关门之后 以后再也不开了 这装修的这么好 怎么不开了 我不是有病吗 你这病什么感觉呀 我这病 我什么感觉 就没味 我没味啊 大妹子 那我亲姐跟你说没说 让你来的事 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也谈不上 同意不同意呀 你看我对你这饭店 一无所知啊 你跟我介绍介绍 你这个饭店 主食是什么呀 主食 嘎的汤 主食呢 嘎的汤 酒水呢 嘎的汤 你掉嘎的汤锅里了 你说你提马整点包子 饺子 面条啊 什么就是嘎的汤嘎的呀 为啥开嘎的汤 你不懂吗 大妹子你怎么就 不理解我的心情呢 我不因为这嘎的汤 我就能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你嘛 咋就我是渣度汤啊 舌头没味儿 嘴跑偏 不是你这病得有多严重啊 哎呀老严重了 大夫说了 要想好最少得俩疗程 两个疗程 也行 那我就来帮帮你 反正也没几天 一个疗程十五年 妈呀 我当了一辈子护士了 啥病一个疗程十五年呢 来了我给你看看 不是那个大妹子 你吃饭没啊 嘿呀 我上饭店来了 我在家吃饭 我有病呢我 太实惠了 大妹你等着 我正好熬了一锅嘎的汤 我给你尝一碗就 不是这有 啊 这有 我大妹能吃狗剩一碗吗 你 不是你吃 不是你快点啊 我还挺饿的 哎呀妈呀 这这男同志就是心粗 你瞅张桌布 铺成傻样了 哎呀我跟你说呀 这家里头要没个女人呢 就是不行 你看看你看 这啥呀这是 真是 哎呀真咋 挺好个台步 哎呀 哎呀立正呢 是吧 咋样 铺立正呗 这还有个盘子是吧 哦对了 我咋给忘了呢 是这个吧 哎呀 哎呀 哎 这多好啊 客人来了心情舒畅 汤来了 汤来了汤来了 汤来了汤来了 大妹子赶紧趁热喝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哎哎哎别客气别客气 嗯 味道不错 香吗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咋这么咸呢 你给惹咸了 不是我的嘴没味儿 我尝不着还咸那儿啊 咸了啊 你这病叫什么来着 味觉失调 味觉失调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现在吃糖不甜了 吃盐也不咸了 喝醋都不酸了 你不信你的大妹妹看看 你来两口 啥叫来两口啊 就我嘴现在 目前这个病 啥味道尝出来 我要整 就给他全干了 你看 你信不信 我喝这玩意儿 要和可乐一样 真的 一点就是你 酸啊 这粗它能不酸吗 妈喷过一身 不酸没味儿啊 你看看 酸的现在到嘴里 根本不好使了 根本不好使没味儿啊 来 来点辣的看看疗效 来 你看辣的 辣呀 那辣椒油它能不辣吗 不辣没味儿啊 那你哈啥啥呀 你看什么 辣椒油怎么没味儿了 那得加到点力度 算了 算了 算不行 得接嘛 这便利便利 哎呀 停了能治病吗 后劲太大了 后劲不大 那嘴里能有味儿吗 你来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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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停了能治病吗 这是不是辣的呀 不是 辣了吧 不是辣 有点呛 你不是味觉失调了吗 舌头失调了 鼻子还行 那 那你咋还哭了呢 搁谁谁不哭啊 这咋哗哗流眼泪啊 流了吧 谁流眼泪了 我一坐在咖喱厅 一看见你 我就想起了三十多年前 咱们厂着在辽河大坝会战 一百天的那个冬季 哎呀 那年冬天 雪呀 下得是特别特别大 弟兄们呢 冒着严寒 在大坝里干活 想工程 可是雪大粮送上来 我是摧尸班的头 我负责给大家做饭 没粮食 怎么做 所以我眼看着弟兄们 在这光干活 吃不上饭 我心里都痛了 我一着急一上火 我就病倒了 多亏 大妹的那天 来到坝上 救了我的命 而且还给我提了一个 非常好的主意 什么呀 她说老钱哪 你干嘛不把那个剩下的 半袋的面 做一大锅的嘎啦汤 给他们吃 我就按着大妹 这个主意 熬了那么老大一锅的嘎啦汤 哎呀 那味儿啊 那个香啊 那天 二百多位弟兄 终于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了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 大妹子 我现在呀 一瞅那嘎啦流球的碗 就想起你当年凹凸有致的脸 四个阵 特别温暖 老钱大哥 你这一番话 说的我也是热血沸腾 仿佛 我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心里呀 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我决定了 咱们一定要让顾客 吃上当年的味道 我要跟你共同把这个嘎的汤店 经营好 太好了大妹子 你准备跟我干多长时间 一个疗程多长时间 十五年 三个疗程 听见呗 说啥了 刚才黄大妹子一段慷慨陈词 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心中一块大石的顿时落地了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什么水平 所以说老板娘的水平啊 谁老板娘啊 你呀 未来老板娘啊 我什么老板娘 我是味觉总监 哎呀 大妹子 你傻呀 你说哪有味觉总监 干四十五年的啊 不可 你不用扒了我 不可能干四十五年 干半年 我就把你提升为老板娘 你看啥 哎呀 妈呀 他走了 什么病啊 他走了 该 我不让你照直绷吧 我让你婉转点 含蓄点什么玩一口一个老板娘老板娘帮走了吧 该 不是刚才你那个芥末我吃嘴辣 现在舍白表 我说话 还演什么戏呀 什么玩意儿 他叫你芥末辣呀 这应该假的呀 他能辣吗 还假的呀 你尝尝 还假的呀 来来来来 你尝尝 假的吗 啊 啊 啊 这边还挺飞走 这还有辣椒油呢 啊